自制酸酸甜甜情人果,芒果青三种吃法。 2014.04.26.Photo by GFE 从小就爱吃情人果。真的好爱这胃窝。 不过小时候家里大人都叫我们不可以吃太多。说是不卫生。情人果冰里的冬冰块一直是我最爱的部分。可是就是不懂。为什么这酸甜酸甜的冰块不能吃。 还有。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枝有情人果的快能结出这么独特的味道来。如今自己做了一次后。终于知道这些为什么是为什么了。XD。 材料。青芒果。2100克,糖。500克,柠檬汁或盐。适量。 基本上要做芒果青一定要用还没成熟的青芒果来做。一般是要用比较小颗的那种土芒果。前几天刚好有人开团。我就跟。送来才知道。原来买到的是像爱文芒果般大小的青芒果。 不过没差啦。只要是青芒果都可以。我这种做出来的比较不那么酸。但味道一样。就连婆婆都说赞呢。 青芒果用手摸会痒,所以一定要记得戴手套再削皮。 做法。1. 青芒果削皮,削完皮先泡再加了数滴的柠檬水,或盐水,以防变色。 2. 从中间剖拌后,去紫后,再切成约0。 5厘米。5厘米片。因为是未成熟的青芒果,所以紫很软很好切断。 边切可以边。将青芒果片先泡再加了柠檬或盐的水里浸泡住,以防变色。 3. 将全部切好后的芒果片清水冲洗前浸后,浸泡30分后,再把清水倒掉。 4. 加入二大池盐。 5. 用手搓揉拌匀后,上面压重物静置一小时。淹死出水,让它软化。 6. 一小时后,用清水搓揉。冲洗前浸,接住再用开水浸泡120分钟,每40分钟换水一次,共换二次水。 这里一共换了三次水是因为一定要把盐水洗前浸才不会有色味。 7. 第120分钟把水完全无钱,有人说可用拖水机,我是分数次,每次少量的用篮子用双子快速旋转手工把水滤前。 8. 接住把糖倒进去。 9. 用手把糖与芒果片充分搓揉进去,等糖化了时,就会变出一些糖水出来时。最后连同糖水一起装进玻璃瓶里,冷藏让它腌子入味。 11. 先全部放到冰箱冷藏一夜后,这时可吃看看够不够甜,不够再加糖进去继续冷藏,一定要先冷藏最少4小时,不能直接冷冻窝,不然糖无法入味。 12. 糖度OK的话,就可以分装成一次量小袋小袋装住,糖水也记得倒进去,它可是情人果冰里头的冰块来源。 12. 其实冷冻约2小时就差不多节冬可以吃了,全部在冰箱冬住,想吃时拿一包出来很方便。 12. 冷冻版的情人果冰,咬下去微酸带甜的味道就像恋爱的滋味这冰块完全是自己用冷开水做的,这下没有胃不卫生的问题,有没有二个吃得可开心的脸。 12. 我一半分装冷冻,一半一样放冷藏冷藏的芒果清单吃也好吃之外,还能加料做其他口味。 12. 想是撒上梅子粉后,变得更开胃,藤子也更多了呢? 12. 其实真的没想过要做情人果,主要是刚好朋友修团。而团长其实就在我家楼下。所以拿货真的超方便的。他就……我就来试做。 12. 第一次看做法时,觉得好像很麻烦。做法很简单。但就是觉得好像很高刚的样子。 12. 不过可能我只买3。5斤的关系。从削皮到切片。真的蛮快的。 12. 后面看起来要用清水又冲洗又泡的。但冲一冲后。泡住水我就又去做别的事了。泡的时间我用计时器。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很随时啦。不用一定限多久。 12. 网络上看到有人洗一洗就直接加糖。下去也有看到有人一小时换一次水。然后换了三次。 12. 反正换水很快。然后就是放住让它泡水而已。这部分还是建议要泡一下。不然色味会影响口感的。 12. 脱水可以用脱水。只是我总觉得洗衣机是用来洗衣服。把芒果放进去脱。 12. 做完差不多傍晚。我就全部装瓶放冷藏。第二天起床就可以吃了。但这个大概到第三天其实是最美味的。大家可以试试。 12. 我家是分二边啦。一边冷冻。一边冷藏。有时嘴馋就从冷藏瓶里加一些出来当零嘴。过瘾的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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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